肺部强多汗 皮部强多痰 肾部强多尿 义喝中成药 养肺健脾补肾 如果你平时很爱出汗 能出一身汗 或者总是爱吐痰 痰多的吐不完 或者说尿皮尿急起液多的情况 那可能是肺皮肾不好了 今天我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一下 顺便教你和中成药 帮你搞定这些反导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肺部强多汗 如果你平时很爱出汗 身为一活动 甚至吃个饭 都能出一身汗 平时还比较容易感到累 身体没啥劲 还比较容易生病 感冒咳嗽 这多见是肺气亏虚了 肺胃不顾 无法顾涉汗孔 胃阳不能很好地控制汗孔的开河 低于外邪 从而出现多汗 爱生病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肺胃阳了 可以参考一个预评风散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痞不强多痰 有好多人动不动就爱吐痰 怎么吐都吐不完 有的还会卡在嗓子眼里 致肺化痰还没啥效果 平时很容易感到疲倦乏力 没啥精神 周身困重 肠胃还不太好 要么是便秘辅负胀 要么是腹泻拉肚子 这可能是脾胃虚弱 无法运化湿气 聚集生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致肺是不行的 要健脾化痰 可以参考一个六君子玩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肾不强多尿 有好多人总是产生变异 喝点水没一会儿就想小便了 尿贫尿急 到了晚上还总是起夜 被尿憋醒 平时还总是有腰息酸软 疲倦乏力的情况 男子还多有功能障碍 难咳不行 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肾纳气了 以达到缩尿固本的作用 可以参考一个缩拳玩 好了 今天关于肺不强多汗 脾不强多痰 肾不强多尿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